早安早安 现在是早上九点 我们现在是在Gwamu Sang 然后今天会直接骑回KL 那昨天晚上我们八点半 才骑到Gwamu Sang 所以就在路边看到了这一间hotel 这间hotel叫MQ Hotel 这间酒店其实感觉很新 而且很干净 这边有电视 这是房间 这是镜子 然后厕所 这几天又下雨 又爬山洞 又走隧道 鞋子好脏啊 摩托车更脏 现在check out这个MQ Hotel 这边我看了它的价钱 单人房80块 双人房120块 非常的划算 看一下我们的车 200块 所以它是在马路边 然后autobike这样子停 上面有这个遮雨遮阳的地方 来到这个早餐店 这边 这边 感觉有点像新春这样 古色古香 是早餐的呗 这个早餐店叫万康 厨房很忙哦 你们是三姐妹啊 四姐妹 然后有一个网友认出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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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找我拍照 你们这边还有有卖什么 除了云图面 鸡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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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打扰他们工作 我就好好享受早餐 我忘了拍哦 我叫的这个鸡脚云图面 因为 肚子太饿了 然后再加上很想念吃华人餐 想念云图面 好吃好吃 然后这个 这个辣椒也是很好吃 最后再来一点半生熟蛋 嗯 摘一盘这样吃 就是完美 泡河兽 韩人 酱 鸡脚 这就是炒友 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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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段时间没吃过这个 我珍惜哦 现在要去哪里 其实今天是要回KL的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 先去Sungai Lengbing 然后去丁家努 然后吉兰山这样子咯 怎样称呼你啊 我姓崔 姓崔 我姓胡 姓胡 胡啊 不打扰你们了 我看你们很猫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订餐哦 对对对 OKOK好好好 祝你们新年快乐啊 OK拜拜 在早餐店的对面 又是遇到粉丝 哇这边的人好热情啊 所以我推荐大家 如果要吃这种的道地的早餐 要享受这种很特别的早餐 可以来这一带 然后我觉得可以Landmark 这一间神料店 叫云格神料店 然后云格神料店本身也是有卖云屯面 满面 然后它的对面那边就有卖炸饭 今天直接骑去KL 会走KL那一条路 是第一次会走这个Raw 34 Central Spine Road 然后这整条Central Spine Road 其实很长 但是已经完成 还有开放通行的 其实是只有一小段而已 应该是饶温动的那一段 所以今天我们走走看 Central Spine Road 简称CSR 又名34号联邦公路 连接着吉兰丹州Kuala Cry和 森美兰州Kuala Lipis全长325公里 CSR是一条类似于高速公路的双车道公路 全程都不收取任何的过路费 CSR的建设工程主要分为六段 吉兰丹的部分 由Kuala Cry到蒋巴探苏埃拉基47公里 蒋巴探苏埃拉基到瓜姆桑60公里 瓜姆桑到彭亨华 La Lipis的Kampong Rilong 94公里 接着是彭亨的Kampong Rilong到Rawup 45公里 Rawup到Bendong 54公里 和最后一段Bendong到Simpan Plangai 47公里 目前第三段瓜姆桑到Kuala Lipis 和第五段Rawup到Bendong的路段 已经全面开通 这一集我们就是骑上了这两段 已经通行的路段 这是我们第一次骑上CSR 整个路面宽敞 车流少 路况佳 瓜姆桑的路段两旁 会经过一座又一座的石灰岩山 风景宜人 让骑车的心情变得无比的快乐 在这一段 有着CSR一项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在第三段 瓜姆桑和Kampong Rilong之间的公路 增建了生态高架桥 Eco Vida 桥底作为野生动物通行的 专属走廊 这让野生动物呢 能在Titiwongsa山脉 和彭亨的国家公园之间 自由的穿行 我们对于这个生态高架桥 非常的好奇 就特别花了一点时间 去寻找这条通道 去迟站 去迟站 专属走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期六天的虎年新春母旅,我们从雪龙出发,探索了关丹林明山城,完成了登加楼的三号公路,骑到了吉兰丹的马太边境,再沿着中枢大道通过彭亨回到了起点,全程超过1100公里。 这次的魔旅,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临明西矿的历史,在马太边境乘着四驱卡车越野过河去找秘密的二战法国金矿,到登加楼的美丽海岸享受海风听着海浪,骑上防波堤直奔海中央。 跟创建木板回教祭祷堂的诗人申聊,攀登上东海岸的天涯海角,步入了百年历史的殷殖民铁路桥, 企图跨境寻找马太边界的友谊之桥,走进了像一幅水墨画的山洞地下河,意外地发现了孤儿村里的室外桃源秘境,品尝了许多道地好吃又公道的美食,和许许多多亲切友善的陌生人聊天互动。 尽管都是旧地重游,却发现自己曾经错过了许多,很多时候以为自己经历的就是全部,就像盲人摸象,摸到哪儿,就以为是这样。 其实同样的人事物,换个角度,换个心境,换个时间点,却有着崭新的发现,和截然不同的体验。 每一次摸旅,都是沉淀的时机,自我发现的旅程,和放下过去,重新出发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